所以庸家禅师在《正道恶》里面 说 梦里明明有幼趣 绝后空空无大气 不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 社伐界又何成不是一场梦 用梦 用云来比喻 都是说明这个四世真相 既然四世真相全是幻幻的 你起心动念 错了 分别执着是更错了 经论里面这些都教诲 它真正用意在哪里 帮助我们看破方向 我们不了解四世真相 难分难血 小的四世真相 才真正把它放下 不再放在心上 也得大自在 你要再放在心上 那是不止苦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没觉悟 还带到下一辈子去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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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没完没了 梦中有梦 梦中有梦 为什么 为什么 佛家语一句话说 放而若实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自然就是这样 追究到它的根源 不理性 不理自信 不理自信 自信 自信 反而若实 自信没有对立 没有大小 没有先后 没有时间 没有大小 没有空间 没有大小 没有空间 所以要回归自信 必须要放下 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都错了 一切分别之主 是从齐心动念来的 根本错了啊 知一言哪有不错的道理 这些话 都是帮助我们看破 没有神 真干净很像 无我像 也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这些 无众生像是没有空间 无受这些 是没有世界 这都假的 彻底方向 你就坚信 你就得大自在了 这个时候 自信的信德 自信的信德 第一的 就是自卑 就是爱心 爱心 便发解 这个宇宙是什么 宇宙就是一个爱 就是《华言经》上这一句 广大 《卑云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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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云》 古来 神哲所谓的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 微尘里面有世界 微尘里面的世界又有微尘 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 重重无印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汉不好等啊 洗烟时候过丝 讲华严经 这个境界的时候 帝王在听 听不懂啊 想不出这个道理 大师要智慧 请皇上 在庭院里建一个亭子 大就亭 那当然很容易 皇上说一句话 这亭子马上就建好了 像八卦一样八面 每一面放一个大镜子 这八面 上面下面也放镜子 身边建 请皇上 站在亭子当中 你上下四面看看 皇上就一看 恍然大夫 你看 镜子照镜子 一个人就变成无量无边 那么那说得轻 说不去 奥妙啊 让你一体 体验果然如此 重重 这两个人 那我记得 我记得 这些人 帝王 你 感谢观看